歡迎六位六組尊貴的住戶 來到第二回合 總達的時間還是1分30秒 24個箱子裡面的智慧新秘 現在已經提高到了20萬 所以待會你們按到以後更有感 這個超過1萬的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逆轉掠奪的時刻到來了 第二回合一致開箱 起處理 在韓國文化當中追星的時候 他們會送捲筒衛生紙 還是米花籃 來當作禮物 請就拿 漂亮 肝中本醫師 我用猜的 米花籃 米花籃 請揭曉 好 要跟大家說 這個是韓國呢 非常特別的一個應援方式 而且它是起資源的這個2007年 當時的東方神奇 那因為他們超級無敵火紅 那粉絲就想說 希望可以幫粉絲 幫這個偶像應援 但是又想要可以做一些善事 所以他們就做了米花籃 它有分小的跟大的 可是大的可以到幾十公斤的米 那這些呢 除了在放在這個現場 非常有排場 結束了之後呢 更可以把這些米捐助給窮苦人家 然後呢 就可以用偶像的名義去做捐助 所以像是Big Band啊 Blackpink啊 他們這些超級紅的 這些韓流K-POP明星呢 每次活動一結束之後 可以捐出好幾百公噸的米出去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的偶像做善事 那捲筒衛生紙呢 其實也是在韓國 如果你是要去別人家 新居落成拜訪的時候會送的 除了是日用品可以用到之外呢 也代表著 未來一切事情 都跟捲筒衛生紙一樣 非常的順順綠綠 非常的好啦 而且呢 還可以源源不絕的有錢財進來 你會來捲你 對 太好了 來 乾醫師 終於開張了 終於開張了 來 來選個五樓之二 來 五樓之二準備開箱 六千六百元 好的開始 恭喜撥平了 隔壁那位很感動的朋友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感動 好 請你加油 請出下禮 身上出現 瑜琴應該要先冰敷後 再推開還是溫敷 請下來 好感動 冷靜 好 來 佩涵 蓉蓉 平放 冰敷後再 溫敷 請接腳 好 就是呢 如果啊我們當然正在這個 運動完激烈的這個狀態啊 以及呢 有一點這個 鬱青的情況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只能稍微冰敷個十五分鐘 讓它鎮靜一下 然後呢 另外的四十五分鐘 就要讓它好好的舒緩跟休息 那我們在隔天呢 二十四小時之後呢 就可以溫敷 然後把這個瘀血呢 稍微的揉開 它才不會一直瘀青 在那邊非常的久的時間 因為畢竟在第一時間 你不需要讓它的這個血液 再大擴散 然後讓它的這個 瘀青更大片 來 是有其筆 請選擇 我們選的是 七樓之三 七樓之三 對 準備開箱 四千元 再加油 請諸小禮 打排球的時候 如果聽到隊友跟你說 No Mind 意思是 別在意失誤 還是 你不專心喔 請出答案 甘順舉 答案是 別在意失誤 對 就像我們平常打球 像打籃球 打網球 如果不小心自己失誤 然後可能害隊友掉分 就會跟 結果隊友就會說 No Mind 這樣 就是下一球我們再拚回來就好 別在意失誤 請揭曉 可以 No Mind 其實是文法錯誤的一種說法 如果他真的直返的話 就是說 你這個人真的是沒有心耶 可是事實上 他是來自於日文 他比較正確應該是 Don't mind 不要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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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開始 請選擇 我要住在頂樓家蓋 八樓之四 頂樓家蓋 鐵皮烏烏 準備開箱 三千五 你的靈感可能要再跳一下 是 郭主義師傅 從頭到尾就按一個 然後一萬二就在那邊休息 我勇力地按 大力地按 還是... 但是應該 尤其一萬二你可以休比較久 沒按到也不會死 對不對 他們怎麼按都三千五千六千 對不對 下一次換我按 你不准按 郭師傅 人家爸爸有來了 上陣父子兵 請出下一題了 新竹酒降風的行程 是因為其地形呈現喇叭狀 還是沙漏狀 請選擇 佩涵妳 奇怪喔 你的手很厲害 來 我們由新竹人 解答 沙漏狀 那答錯就特別好笑了 你真的知道它是沙漏狀嗎 地形 你猜的喔 好 好 那你為什麼不猜喇叭 沙漏感覺比較漂亮 對 沙漏漂亮 喇叭不漂亮 還好 對 請揭曉 以後要答對再說自己新竹了 先講自己新竹了 你們兩個很可笑耶 好 這個新竹大家都說 竹風蘭嶼 新竹的風特別的大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地形 它除了吸引台灣海峽之外 同時這邊還有大壩 尖山 香山 然後中央山脈等之為的包圍 那它地形呈現了一個喇叭狀 所以當東北季風下來 然後經過了這個喇叭狀的口了之後 就會讓它變成非常的乾燥的 這樣的一個風 稱之為酒降風 請出 下一題 加油 知識庭院造景當中 我們會常見主管滿水之後 傾斜敲擊石頭 這樣的一個設施 其實最早是要用來驅趕鳥獸 還是要賀祖竊賊 請參答 乾順雨 我的答案是 賀祖竊賊 妳知道妳讓妳的爸爸 很沒有存在感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 賀祖 賀祖 賀祖竊賊 他就 哭 哭 就可以賀祖竊賊了 那 古時候 這個竹籬巴很容易被侵入 那如果主人每天住在家裡 提心吊膽 又不知道那個歹徒什麼時候會來 那這樣子 啤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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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那感覺就是 水滴死滴水的那個聲音 可能就會讓那個壞人 水一直流 流到那個重量太重的時候 它就會 然後水就會倒出來 然後又繞回來 那切仔也就嚇到 怎麼感覺又人在花了 切仔也就嚇到 切仔就嚇到 全部是猜的 這個庭院動作常常會看到 有一個主管 然後一旦它的水滿了以後 就會敲擊一下石頭 發出聲響 然後繼續添水 其實這樣的一個設施 最早是出自於田梗之間 那他們是希望 可以一直源源不絕的 為這個稻田裡的土地 能夠來增加水之外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裝備 可以讓這個鳥獸 會因為敲擊一身受到的驚嚇 就不會常常來吃你的作物了 狗孽 動了 受益兩多 謝謝桑華姐 加油了 各位 請出下一題 代表大人本能樣貌的 內在小孩有五種 其中包含了神奇小孩 還是笨蛋小孩 請教導 郭子余暗早了 有沒有懂我意思嗎 暗早他都沒有通電 你知道意思嗎 你太...要急 我很急啊 對啊 才一萬二而已啊 要把我領耶 好 看你 看你 該順 我答應是笨蛋小孩 不想太神奇啊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了 我也不知道 丟臉丟大了 我們常常說 這神奇這孩子太神奇了 他是多有的天賦異稟啊 他都... 你怎麼會這個 你怎麼會這個 這樣怕小時寥寥啊 小時寥寥 請揭曉 好 這五種小孩呢 分別有創傷小孩啊 可能童年有一些事情 造成他內心很大的陰影 以及貧窮小孩是 他的內心非常匱乏缺愛 那另外還有孤單小孩 他少的是陪伴 所以他的內心 常常會覺得很孤獨 而生奇小孩呢 是他非常渴望各種的肯定 跟他想要存在感 但是他可能未必得得到 所以他就會在這個內心 編造了很多的故事 來鼓舞他自己 以及永恆小孩 他可能是被過度溺愛了 所以導致呢 他永遠都沒有辦法長大 沒有辦法自己負擔責任 永遠都像是個小孩子 辛苦了 孩子 請出下一題 請問瑜伽還是太極 哪一個詞彙是源自於佛教用語 接下來 乾脆怎麼會那麼快啊 不要再答錯了 你某起來搶答就講答錯了 答應該是瑜伽 瑜伽應該是從印度流傳過來 太極是張三豐在中國創立的 所以那叫道教不是佛教 對 對吧 請介紹 好好的孩子啊 非常好 泛語 太極呢 的確他是出自於道教 那麼瑜伽呢 他則是印度佛教的用語 他一開始廣義的說法呢 Yoga它代表的是修行 來 請選擇 那我還是六六大順 我要住六樓之六 準備開箱 五千五喔 你真的在當中比較起來算是個苦行生啊 是 你的價錢很少超過八千 一步一腳印 沒辦法 一步一腳印 也走到了第一了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還有三十四秒 不要放棄 Kitty 因為大家幣不高 你知道 這一回合超過兩萬的獎品很多 好幾格超過兩萬的 好 請 請 你們都不要按 下一個 我們常見的九重格 他在英國除了拿來送人 他表示是不牢靠的關係 還是熱情有生命力 請叫答 乾 中本醫師 我的答案是 熱情有生命力 為什麼 我發現在各個地方 大家都很喜歡這種九重格 我們甚至很多愛的人 我們會叫 暱稱為小九 那這個在大陸叫三角莓 我們台灣叫九重格 那它非常會開花 熱情的開花 而且開完之後 它只要有一點線 把它剪掉 馬上再開第二次 有人熱九重格 可以整年都在開花 生命力特別旺盛 特別旺盛 你不用澆水 它都不會死 對 這個非常親切的一種話 非常親切的 很有韌性的一種話 對 謝穎揭曉 講到你怎麼講的 我都被你感動了 我覺得你說那麼好的 答錯不只答 因為我們 我覺得這個答錯還有道理 而且它其他 它是因為 其來有志的說嘛 對不對 小時候我們也認為九重格 幾乎都是圍牆上 常常看到的職務 對 對 好 要先跟大家說 的確九重格它的花語 代表著熱情跟活力 那因為這個九重格 它非常容易栽種 同時它裡頭又有一點刺 所以其實基本上 它很適合在籬包上面種 因為你還是有點 微微的防盜 組織的這個功效在 但是在英國 它不適合拿來送人 很大的一個原因 像它的花瓣 是有三重的花瓣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它在愛情當初 就很像是一場 三角的關係 同時它的這個花瓣 因為水分比較缺少 所以它的整體來講比較薄 那它很容易就會破掉了 就像是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非常容易破例 所以因此在英國 他們認為九重格式 代表著不牢靠的關係 千萬不能夠送給情人跟朋友 是因為那三角花的關係 它的花很熱情 可是不適合送給朋友 哦 三角花 還有二十四秒啊 可能只剩兩題囉 借引珠下禮 長期高血壓 可能會造成夜尿 還是夢遊 請請答案 甘順宇按得稍微快 口頭警告 這一次你請就下去了 口頭警告 好 下次再快就失格 是 說話 我的答案是夢遊 長期的高血壓 會容易夢遊 聽說你念國防醫學院呢 不敢解釋了 專業的在旁邊 夢遊嗎 奇蟹角 好 長期高血壓 其實會造成我們的腎小動脈硬化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排尿功能 也當然就會受到了影響 所以液尿的比例也會增加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趕快去尋求醫生的幫助了 這十九秒啊 大概就真的兩題 好 請煮一下 行家品咖啡的時候 會用小湯匙措吸 煮音是為了要讓咖啡 和空氣作用 還是快涼不燙嘴 請上台 甘順宇怎麼那麼快啊 來 說話 我答案是 快涼不燙嘴 快涼不燙嘴 妳已經說了 快沒有人生方向了 人生 快沒有生活動力 這題目真的 快涼不燙嘴 就這麼簡單 請揭曉 我還想做正確的答案 我們希望有這邊的互動 妳知道嗎 實際上我來補充一下 好 就是呢 好像在品咖啡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看到 他小口小口的措息 其實事實上呢 是我們希望啊 在經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這個咖啡呢 在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拍打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霧化 所以咖啡的香氣 就更容易能夠表現出來 你就更能夠聞到 跟品嘗到那樣的一個咖啡味 跟紅酒是一樣的 對 這個過程裡面 你的鼻腔也會有味道 對不對 我們這個 這個回合 其實很多一萬以上的 兩萬以上的 你都抽到的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超過六千的 七千 有六千六 這個回合只有答對四幾 也到目前為止 不按了 不按 你不要再按了 好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請出 最後一題 東京奧運開始列入賽事的 滑板運動 最初是根據衝浪 還是直排輪運動發明的 請搶答 那是什麼 他爸爸搶到了 來 跟人家中分 對 來 好 是 我的答案是 直排輪 滑板不都這樣子玩嗎 那不是衝浪的動作是什麼 對 我就是想說 如果我照我的想法來猜的話 一定會猜錯 所以我要照我 另外一個想法 反過來想 請揭曉 為什麼不讓我嗆 我們這一對父子 今天是來鬧的 不是 我你們兩個聯手 猜錯 起碼六題以上 我們題目已經沒有進去 郭主委 你們很可惜 你們真的搶不過他 我都知道的 看不到的 你都知道 對啊 很多題目都猜對的 這也是緣分 兩萬三跟兩萬兩千八 你們只差了兩百 我告訴你 完了 這比賽可緊張了 這兩組目前最高分 恭喜進入冠軍爭奪賽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快點來訂閱